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的一天 安徽省太湖县徐桥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案 说是有一个女人呢 大中午的被人在野外打成了重伤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呢 赶紧到达了现场 去了以后 受害人呢 已经被亲属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只剩下被害人丈夫的哥哥在现场 这在很多地方啊 丈夫的哥哥叫大白子 用我们老家的话 这叫打的板 那么受伤的人呢 是附近38岁的一个村民 叫王进平 据王进平的家人说啊 王进平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因为警方当时也没见着本人 但是立刻开始了现场勘察 根据王进平脱鞋所处的位置 警方就判断 案发现场是在一条特别偏僻的小道上 很快警方呢 就在一处灌木丛的旁边 发现了一滩血迹 接着 勘察人员又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一滩血迹和呕吐物 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地方 照理说被打得这么惨 可勘察人员呢 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 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的作案工具 到底凶手是用什么工具对王进平进行的击打 现在还不知道 在距离案发现场一百米左右 有一条小河 在小河边上有一桶没有洗完的西瓜 这西瓜呀 就是受害人王进平带过去的 西瓜上边呢 还放着一把刀 警方赶紧就问呢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多西瓜呀 王进平的家人就说 说王进平啊 因为在养鸡厂干活 最近这几天呢 天热 他每天呢 都会在小河边洗上这么一桶西瓜 那刀呢 是用来切西瓜的 把这西瓜切碎了 拌到鸡饲料里边给鸡呀 算是降温去暑 没想到这一次来洗西瓜出了这么大的事 警方呢 也第一时间派出民警到医院了解伤者的情况 这时候啊 前去了解的民警就传回来消息了 说王进平是被重器击中头部而导致昏迷的 为了寻找凶手的作案工具 勘察人员对那条小河沟进行了排查 因为警方推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可能把作案工具扔到河里边啊 当时呢 把这小河沟的水啊 就都放干了 案发现场 每一寸每一厘的土地也都没有放过 甚至当时警方都认为每块石头都有可能成为嫌疑人使用的作案工具 刚咱们说了 案发现场呢 是一条洋场小道 两侧呢 是成片成片的树林子 沿着这小道走一百米左右 有个三叉路口 这个三叉路口 通向另外的几个村子 因为从这儿走啊 这算是超进道 所以呢 但凡知道从这小路走的这都是附近的村民 有时候呢 一些在这附近几个村子流动的商贩也会经过这儿 那么会是什么人打伤了王进平呢 咱们都知道 一般情况之下 这种凶案分为几种可能 为情 为仇 为钱 首先呢 勘察人员在现场就排除了因材杀人的可能性 因为王进平就是拎着一桶西瓜去洗西瓜切西瓜的 身上没带着什么贵重的物品 那么会不会是性侵害或者是为情呢 但是啊 根据王进平的家人反应 当时他们到现场的时候 王进平衣服是整整齐齐 没有受到性侵害 不是为情 不是为财 那是为什么呢 剩下一条可就是仇杀呀 不过这现场又没有搏斗的痕迹 这说明王进平当时是没有任何防备的 难道说这凶手和王进平之间是相互认识的吗 咱们再来说 王进平的家就住在这个三叉路口往东 一百米左右的这养鸡场 夫妻俩呢 平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养鸡上了 这就是他们的核心事业呀 平时这夫妻俩呀 踏踏实实的弄养鸡场 也没见他们和什么人产生过矛盾 那么似乎为仇就也比较牵强 那究竟是为什么 让他在离家不远的小河边上就遭遇了袭击呢 勘察人员呢 重新走回了小河边 进行细致的分析 这小河边就是那桶西瓜 西瓜上边是一把菜刀 但是王进平受的伤不是拿刀砍的 这刀上也非常干净 没有血迹 明显这不是凶器 再一个呢 这桶里的西瓜都洗干净了 这是洗干净摆放到里边的 这就说明王进平啊 当时人是不慌不忙 洗完了瓜 现场也没有搏斗痕迹 没有任何慌乱的迹象 没有杂乱的脚印 所以警方推断 王进平被打伤的地点 不是在洗溪过这的小河边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 王进平被发现的地方 王进平被发现的那个地方啊 现场还遗留着他的拖鞋 拖鞋上面呢 有一些血迹 不过因为当时家人朋友啊 过来之后都慌了神了 赶紧把王进平送医院抢救了 现场的脚印啊 一些重要的痕迹啊 都被破坏掉了 从那个小河边 也就洗溪过那地方 到这有差不多一百米左右的距离 警方就想啊 王进平洗着瓜 没事跑这来干什么来呀 从现场的痕迹来看 王进平放下西瓜 来到这个地方 这一路上也是非常平静的 没有搏斗的痕迹 可以说王进平 是毫无防备的 从那走到了这 各位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信息 他从那平和的走到这 为什么 咱们再来说 警方呢 对那小河沟进行了打捞 把周围所有的树林子 也都搜遍了 但是没发现任何的凶器 哪怕你就是捡块石头 捡块砖头 对他进行了击打 上面会有痕迹啊 上面会沾有血迹啊 但都没有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凶器 不是临时起意 捡块石头那么简单 而是凶手 自己带着凶器来的 打完王进平之后 又带着凶器走了 这是有预谋的呀 啊 这也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地方 警方在现场呢 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勘察 发现了一些血迹和一些呕吐物的痕迹 法医立刻进行了鉴定 这些东西都属于王进平 是他受伤之后呕吐留在现场的 为什么会吐 因为他头部遭遇了严重的击打 这时候啊 神经啊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这才引起了呕吐的反应 不过目前来看 这些血迹和呕吐物 对于破案来说 帮助不大 尽管这样 警方办案 那也不能马马虎虎 现场的一分一毫 你都不能放过去 还真就让民警发现了一些细节 因为现场啊 有一些洒落的芝麻 芝麻粒就那么大点都被发现了 那这些芝麻是怎么来的 会是凶手留下的吗 警方啊 顺着这些芝麻 一直就往前走 就来到了那个三岔路口 这些芝麻呢 拐向了其中的一个岔路口 这三岔路是通往三个不同的村子 而这个撒了芝麻的这条小路 通向一个叫秒封祖的村子 那么这凶手会是秒封祖的人吗 警方呢 一方面继续追查凶手 另一方面也时时刻刻的 在关注伤者王进平 在医院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如果说王进平能早一点醒过来 那一切真相大白就能指认袭击他的人是谁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 噩耗就传了过来 由于伤势过于严重 王进平经抢救无效 不致身亡 王进平死后 法医呢 依法对王进平的遗体进行了尸检 尸检结果 让所有的刑警都倒吸一口冷气 王进平 颅脑损伤 颅内出血 尤其枕骨 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后脑勺 是粉碎性的骨折 这是致命伤 损伤都集中在这一块了 法医的检查 再次排除了性侵的可能性 因为王进平的身上 没有任何被性侵过的痕迹 颅内粉碎性骨折 这是直接的死因 另外 法医在王进平的左手上 还发现了裂伤 兴芒状的裂伤 就是四处有点小分叉的那种裂伤 这说明 犯罪嫌疑人 应该是从王进平的后边进行的攻击 而且攻击的力量非常的大 以至于啊 王进平根本没有能力反抗了 只是下意识的 本能的用双手抱了一下头 犯罪嫌疑人 就这么凶残的把王进平打死了 但是啊 由于现场勘察 得到的线索很少 专案组呢 讨论之后就初步推断 仇杀的可能性要比较大一些 仇杀包括什么情况呢 有没有可能有邻里纠纷矛盾呢 有没有家庭矛盾呢 或者是什么土地纠纷呢 这些呢 都是在农村地区比较常见的 这都是可能造成凶杀的原因 警方呢 就找王进平的家人进行了解 那么 王进平到底有没有什么仇家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后来推断啊 案件性质是仇杀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那么王进平到底有没有什么仇家 警方呢 就找到了王进平的家人来进行了解 随后啊 从家人那儿了解到一个情况 说最早发现王进平出事的 是一个过路的人 叫李辉 当时王进平还能说话呢 是王进平用李辉的手机 和自己的丈夫取得了联系 警方呢 就找到了李辉 李辉就说呀 我当天上午呢 骑着电动车 去镇上的菜市场买菜 走的就是出事的那条小道 去的时候啊 还没什么事呢 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他呀 就躺在血泊里了 当时的时间 差不多快十一点了吧 那么李辉说的 是不是真实情况呢 很快 专案组分出来一路人马 成立了视频排查组 视频排查组 在市场的监控里 发现了李辉购物的身影 监控时间显示 李辉离开市场的时间 是上午十点四十六分 差不多十分钟以后 他来到了案发现场 而另一个村民反映啊 说在十点二十五 路过小河边的时候 没有看到王近平 王近平还没去洗瓜呢 也就是说 王近平遭遇不测的时间 是在十点二十五分 到十点五十五分之间 因此啊 不但排除掉了李辉的嫌疑 还通过李辉 以及其他人的活动轨迹 确定了这个具体的案发时间段 警方又赶紧追问李辉 有没有看到嫌疑人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 不对劲的异常情况 李辉说呀 骑着电动车 从市场方向过来 这一路上呢 也没见到什么人 这就说明 凶手作案之后 肯定不是往市场 那个方向逃过去的 那他就是往三叉路口 方向逃去了 可他会逃向哪呢 能够把受害人 引到那树林子里边 所以对这环境 还是很熟悉的 那么流窜作案的可能性 就不大了 还是应该立足于本地 由于案发的时候啊 已经接近中午了 当地的村民们呢 一般是早上去干活 九点左右 就回家休息了 所以排查组的民警 没有获得太多有价值的线索 技术人员呢 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 还有对王近平尸检的情况 对凶手做了一个比较初步的模拟画像 凶手呢 应该是身强力壮 年纪轻轻 大概在20岁到30岁之间 当然为了保险起见 摸牌范围呢 还要再扩大一点 摸牌的范围是从16岁到70岁 这么大的一个年龄跨度 只要符合的 都得进行摸牌 太湖陷警方啊 立刻派出了摸牌小组 以这个三叉路口为原心 对周边的四个村子进行了走访 挨家挨户的 找16岁到70岁之间的男性 重点是和死者王近平有矛盾的人 但这一调查 警方发现一情况 这王近平呢 平时为人 那是老实本分 遇害前几天 也没出过什么事 夫妻俩呢 也特别和睦 天天待在养鸡场里边 很少跟别人来往 更别说跟什么人有仇有怨的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次的走访摸牌 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 但是啊 从另外一个方向 却有了收获了 因为王近平的邻居就反映 说在案发时间段呢 他似乎听见了收购芝麻的吆喝声 他当时呢 就看见了一辆三轮车的后车轮 这重新引起了警方 对于案发现场 那地面上洒落的芝麻的 极大的兴趣 咱们呢 再来说说地上的这些芝麻 从芝麻散落的形态来看呢 不像是从口袋里掉出来的 因为芝麻散落的 基本上是一条直线 特别均匀 它不是说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 那么这个状态应该就是从车上掉下来 但是呢 它还不是汽车 汽车快啊 刷一下子 那么这芝麻呢 不会这么密抽 根据这个痕迹来判断 很可能啊 这是从一个三轮车上 一点一点的撒下来的 难道说凶手是个推着三轮车的人 这芝麻跟那凶手到底有什么关系 专案组决定 把这个收芝麻的小伤范 作为重点的嫌疑对象 大伙啊 在几个村子里边 就重点找这个小伤范 根据村民们的描述 很快警方在一个村子里边 找到了这收芝麻的 收芝麻这人呢 叫刘李宝 五十多岁了 案发的时候啊 正好在现场出现过 这刘李宝就跟民警说 那天哪 我确实在三叉路口附近的几个村子 收芝麻 收黄豆 上午十点左右呢 我也路过那三叉路口了 但我可没走那个 那个女同志被害的那条山路啊 我是从旁边拐回家的 他这一说 民警们更怀疑了 为什么呀 他假如从王近平遇害的那条小路走 那是最近的 他为什么不走这 要选远一点的那条路走呢 这是不是刻意的在回避什么呢 这倒解释了 为什么李辉买菜回来路上没碰上他 但是案发现场附近那些芝麻 怎么解释啊 面对这个问题 刘李宝拒不承认 他说了 那现场的芝麻肯定不是我撒的 可排查人员呢 却在刘李宝的三轮车上 发现了撒落的芝麻 也就是说 他很可能在案发当天 在案发时间段 经过了这个案发现场 但是他又矢口否认 说我没经过那 那么警方自然而然就怀疑他 是不是说了假话了 你为什么要说假话 刘李宝的嫌疑越来越大 不过又有一问题啊 如果凶手是他 作案动机是什么呀 更何况你仅凭地面上那芝麻 你也不能直接指认刘李宝啊 那芝麻上也没刻着字啊 我是刘李宝的芝麻 我是他的芝麻宝宝 所以啊 警方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专案组呢 依法对刘李宝的住处进行了搜查 但是也没什么有价值的 就连他收购芝麻时候使用的那秤砣上边 也没有血迹 咱们之前说过 王建平应该是被人用顿器击打致死 那么这秤砣是最好用的呀 但上边没血 这让充满希望的侦察员们 又感觉失望了 现在就什么情况呢 你也不能排除他嫌疑 你也不能确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眼瞅着一天一天过去了 这王建平的案子呀 已经过了破案的七天黄金期了 这就意味着破案的希望会越来越渺茫 你这案子总不破 当地老百姓他也害怕 这个地方是太湖县徐乔镇 民风啊很淳朴 这么多年没发生过命案 这条小路上也没有过什么恶性的事件 现在王建平被人莫名其妙的杀了 凶手是谁还不知道 附近老百姓他没个不害怕呀 一时间呢 谁都不敢走这条小路了 刑警们呢 也头疼啊 被找到的嫌疑人都被一一排除了 这也奇怪了呀 按理说 你只要去过现场 你干了这件事了 你一定会留下痕迹呀 你就一只鸟飞过天上 它还能留下个影呢呀 光天化日 在这么一条来来往往 好多人的小路上杀了人了 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候太湖警方认为有必要扩大一下侦查范围 因为在这之前警方勘察的范围主要是小河沟边上以及王建平倒地受伤的地方 还有那一段撒着芝麻的路面 这一回啊 警方决定把勘察范围扩大到周边所有的灌木丛 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只要功夫深铁棒子他也给你磨成针哪 就在一片灌木丛里 在一些那小叶子上面 警方发现了一些特别淡的 有点分辨不清的那种痕迹 这时候就想这些痕迹会不会是犯罪嫌疑人流下的血迹呢 案发之后出事的这地方一直有人看守着 村民们也再也没有从这走过 叶子上如果流下血了 那应该是案发时留下的 这距离王建平倒地的地方可有一段距离啊 这会不会是嫌疑人逃跑的时候流下的血呢 太湖警方立刻对这些类似血迹的斑点进行了化验 这边在查着呢 那边王建平的丈夫啊 也提供了新的消息 出事以后啊 丈夫是悲痛欲绝呀 他难过呀 想不起来那么多事啊 这过了好几天了 后事基本上也处理差不多了 情绪呢 也慢慢平复下来了 这才想起了案发当天的一些事情 原来呢 案发当天 他接到了妻子的呼救电话 接到电话以后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玩了命的喊妻子 金平金平在哪啊 王建平呢 当时啊 就已经处于意识模糊不清了 在迷迷糊糊的时候 跟他说了两句话 他就说呀 有人让我帮忙推摩托车 打我的就是骑摩托车的年轻人 那个骑摩托车的人 是白果树组的 哎呦 这个消息太关键了 白果树组 是王建平家养鸡场 往西南方向 离着不远的一个村子 距离王建平家 差不多也就一里多路 凶手是白果树 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 这个侦查范围可就小多了呀 可是 这又让专案组陷入迷茫了 他们就在想 咱们一开始 对于案件的定性 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呀 难道咱们一开始的猜测都错了 这时候又有民警说了 哎呀 也不能全信他的 为什么呢 王建平说这些话的时候 大脑刚刚受到了严重的击打 半昏迷状态下说的话 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呢 再者说了 这过好几天了 王建平的丈夫这才想起来 那么他的记忆 会不会也有偏差呢 甭管这中间有没有岔子 那既然人家说了 你得查呀 在这白果树组 能不能把凶手给筛出来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王建平的丈夫跟警方 又反映了一条线索 说当时打的那人 很可能就是白果树组的 警方呢 就立刻进行了调查 王建平说的这白果树组啊 有一百多户人家 留在村子里边的年轻人特别少 大部分都是老人孩子 在案发时间段呢 并没有人注意到 有什么人骑着摩托车 开往白果树 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思路 让视频调查组调取 所有徐桥镇中心的视频资料 对案发前后的视频资料进行甄别 重点排查所有驾驶摩托车的人 通过以车找人来突破案件 所有的监控视频加起来 差不多两百多个小时 有些画面呢 还得反复的查看 但是啊 视频调查组的人不敢掉以轻心的 在那瞪着俩大眼睛 一分一秒 你都不能错过去 凶手很可能就在眼前的 很快 视频调查组在距离案发地点 一公里的监控录像里 发现了一个身穿橘黄色衣服 骑着红色摩托车的男青年 不过路过的时间呢 是上午9点48分 照理说 王近平当时还没受伤呢 摩托车行进的方向 他也不是出事的那地方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 你还是得找着这个男青年 问问他到底是谁 调查一下你当天干什么去了 这小伙子呢 确实是白果树的人 叫孙汪乐 20岁 在一家水暖维修店呢 做水电工 村子里呢 大部分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呢 都出去打工去了 他呢 留在家里了 孙汪乐就说呀 出事那天早上 他骑着摩托车 去店里上班 因为没什么活 八点多沿着一条水泥路回家了 回家以后躺在床上 用手机看小说 看了一会就睡着了 下午两点左右 他去镇上的网吧 一直待到了晚上 随后 侦察员对他所讲的这网吧 进行调查了解 发现他当天下午 确实是去上网去了 但是没有人能够证实 他上午的行踪 专案组对孙汪乐 以及他和死者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调查 在孙汪乐师傅那儿啊 民警就了解到一情况 这小伙子呢 生活里啊 没什么朋友 很少和人接触 他最大的爱好 就是到镇里的网吧上网 除此之外 就是在家里宅着 孙汪乐和死者王进平 也不认识 更谈不上什么 有仇有怨有矛盾了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显示 孙汪乐就是杀害王进平的嫌疑人 这边似乎又要中断了 另外一边呢 警方又接连听到了几个 让他们失望的消息 咱不总说那一串芝麻吗 一个大妈呀 后来跟警方反应 说芝麻呢 是我去镇上买的 回来的时候啊 路过那条山路 当时已经有警车在那勘查了 我就推着车从三叉路口那走了 等我一到家 发现我那袋子滑破了 里边芝麻呢 就洒了一点 侦察员到了他们家一看 确实发现了这袋芝麻 也就是说 最让警方重视的 怀疑的那一粒芝麻还真不是琉璃宝灑落的 而是这老大妈灑的 现在看来这老大妈没撒谎 也就是说 曾经警方认为至关重要的这条线索 竟然跟案子是毫无关系 第二个坏消息呢 咱们之前节目不也说了吗 警方啊 在复刊现场的时候 在一片叶子上 发现了类似血迹的斑点 经过检验 哪是什么血呀 那就是一些特殊的虫子卵 你看 最关键的 最重视的两个线索 都中断掉了 这专案组里边呢 有一刑警 岁数不大 叫严小伟 这是科班出身 也是局里少有的散打高手 别看当警察没几年呢 但是啊 曾经因为抓捕犯罪嫌疑人 差点牺牲 这严小伟就说 我觉得 所有的案件都得回归大自然 老百姓肯定会给你提供线索 我呀 宁愿去找一个有威望的老年人聊聊 严小伟就围着附近几个村子 一遍又一遍的寻访 在一个水塘边上 他跟一个喷农药的老人呢 就聊起天来了 哎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老人给他提供了一个线索 说附近呢 有一个叫麻子的人 在这附近经常喜欢调戏妇女 而且是单身汉 老婆也跑了 平时呢 就小偷小摸的 麻子以前呢 曾经因为盗窃 被判过刑 出狱以后呢 也没出去打工 整天闲逛哟 村里的人呢 对他印象都不好 就在案发那几天 还有人看见过麻子 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水库 钓过鱼呢 照这么一看 年轻的女性 对麻子来说 有着巨大的诱惑呀 那有没有可能是强奸未遂 然后杀人灭口呢 麻子有作案时间 有作案动机 他很可能就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严小伟他们马上赶到了麻子家里 但此时已经是人去无空了 警方去了之后啊 发现门口边的那水瓶里边 水还冒着热气呢 也就是说这麻子刚走不久 他家里还有很多类似锤子 凿子这种钝器工具 难道麻子是畏罪潜逃了 难道他就是杀害王近平的嫌疑人 这一切只有在找到他本人之后才能确定 专案组决定先对麻子进行调查 可就在这时候 视频组的侦察员却在视频里 又一次发现了穿橘黄色衣服的孙王乐 也就咱们之前提的那水暖维修工那小伙子 难道有这么大的巧合吗 更何况孙王乐当时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 说他一上午都在家里没出去 可视频调查组发现的这段视频显示 孙王乐上午10点54分 也就是王近平刚刚遇害之后不久 就出现在了一条公路上 虽然这条公路距离案发现场有一公里 但很显然 孙王乐在案发那天上午 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一直待在家里 他说他是八点出门九点回家 他为什么要隐瞒他上午的活动轨迹 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到底他出于什么目的 现在没有办法确定 因此孙王乐的疑点也迅速上升 虽然孙王乐和王近平确实没什么矛盾 但是他刻意隐瞒行踪 这就让专案组认定他有嫌疑 后来又找他 他说呀 他是到他舅舅家去了 返回家里的路上 经过了那个路口 警方呢 又找到了孙王乐的舅舅 他舅舅就说呀 那天上午11点左右 王乐确实来过 可没待多大一会儿 他就走了 至于我这外甥去了哪 我也不清楚 大小伙子了吗 但是孙王乐跟警方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呀 他在舅舅家待了很长时间 这可就又有矛盾了呀 那么孙王乐在到舅舅家之前 到底去了哪了呢 在侦察员的不断鼓励之下 孙王乐终于开口说了 是我撒谎了 我骗你们了 因为我害怕 这事被冤枉到我头上 出这么大事 案发那天上午啊 我回家以后 在家待的无聊 十点左右 我骑着摩托 就出家门了 我骑车走的 正是那个出事的那条路 我路过了三叉路口十几米吧 我就看见那王建平倒在地上了 昏迷不醒了 当时他身上都是血 我特别害怕 我也不敢救他 也不敢看 我就那么看了一眼 赶紧就走了 本来呢 我想去上网去 我这也没心思了 就从小路绕了出来 走大路回家 回家的时候 正好路过了 你们拍下我的那个路口 因为害怕这事给我惹麻烦 你们在怀疑我的 所以呢 我就对你们隐瞒了 我当时路过的时候啊 四周围没人 我呢也说不清楚这事 我就想着 我干脆还不如不说呢 警方呢 对他说的话 还是有质疑 那就接着跟他聊呗 从小时候一直聊到现在 这孙王乐就说呀 因为我特别小的时候 我爸坐过牢 我妈妈外出打工 我是奶奶照看大的 所以呢 我跟我爸妈的感情很差 长大以后 出去打工 又做了错事 我拿了一把凳子 把人家的头给打破了 最后被拘留了八天 因为这件事 我就回到太湖了 从这开始 我妈对我管的就更严了 警方啊 也询问了孙王乐的妈妈 孙王乐的妈妈也说 哎 要说起来呀 我们也对不起这孩子 他呢 坏毛病也多 几个月以前呢 他因为迷上上网了 把挣来的一万五千多块钱 都挥霍掉了 为了防止他到网吧上网 我把他身份证 也藏起来了 这孩子才跟我说什么呀 我也是半信半疑的 可能这事啊 也让孙王乐感觉自卑了 他呢 不太敢跟别人说心里话 不喜欢跟其他人交流 跟他母亲交流的 也就更少了 虽然说 孙王乐对自己撒谎的这种行为 找了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借口 不过警方还是感到一丝疑惑 疑惑在哪呢 孙王乐能准确的讲出 被害人的穿着打扮 以及倒地的位置 连当时被害人王近平 穿的什么颜色的鞋 那都是很细微的细节了 他都能准确的讲出来 各位 之前孙王乐怎么说的 他是草草的看了一眼 你这一眼还是草草的看 能看这么仔细啊 包括具体哪个部位受了伤 伤口怎么样 流血情况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你这眼上不是普通人眼珠子 你这俩眼珠子是显微镜 那不可能啊 为了求证真相 侦察人员呢 做了一个侦察实验 从孙王乐家出门 经过案发现场 再从公路上 那个监控摄像头的位置那 沿着合霸回家 骑摩托车的正常速度 是15分钟 但是孙王乐用了多长时间呢 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 他在路上 肯定是因为什么事 耽误时间了 这就和孙王乐的说法 又又出入了 他呀还是在撒谎 孙王乐是不断的用谎言 来弥补谎言 这谎言套谎言 背后一定是有隐情 到底孙王乐是不是真凶 如果真是他干的 他为什么要杀害王金平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孙王乐跟警方的供述啊 那真是谎言套谎言 他为什么要说这一连串的谎话 背后一定是有隐情啊 专案组这时候决定 依法对孙王乐家进行搜查 很快就在孙王乐的摩托车 那后备箱里啊 找着一把锤子 锤子上呢 没有明显的血迹 可是警方啊 谨慎起见 还是把锤子送到了安庆市公安局 做卫生部检验 这边呢 还等着结果呢 另外一边 民警也查看了孙王乐的手机 就发现他呀 正在看一篇暴力小说 要不说民警工作细致呢 一般情况下 你爱看小说看小说啊 你爱看电影看电影呗 我搂一眼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明显的线索就得了 但是民警啊 还是把他最近看的这篇小说 前前后后详详细细的看了一遍 发现有一段内容和案发现场出奇的相似 这小说上写的是 我悄悄的跟在他后面 拿起铁锤朝他脑袋打了几个窟窿 一下两下三下 看到小说写的这一幕 当时民警啊 感觉浑身一机灵 那叫什么呀 大吃一惊 因为这小说上描写的这一段 跟这个案件 他又惊人的相似啊 但以此来判定人家孙王乐就是凶手 这也不合理 几天以后 那锤子的检查结果就出来了 孙王乐的锤子上啊 检验出了死者王近平的DNA 至此孙王乐的作案嫌疑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 在作案之后的十几个小时里 孙王乐编了很多情节 很多理由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杀人 但到案之后没多久 孙王乐就交代了他杀害王近平的事实 接下来到了该破解谜团的时候了 他为什么要杀王近平 有一点让警方都感觉不可思议 孙王乐和王近平俩人根本就不认识啊 甚至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 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别说什么为情为仇了 至于说为钱 一个普普通通农村妇女 到小河边上洗个西瓜 他能带什么钱呢 那这孙王乐不畏财不畏情不畏仇 找一陌生人你就把人给打死了 你图什么呀 孙王乐交代完之后啊 警方都觉得这理由难以接受 被捕之后呢 孙王乐指认了犯罪现场 他说了 案发那天呢 回到家以后 没什么事 就想去网吧上网去 当走到出事的那条小路的时候 看见正在河边洗西瓜的王近平 孙王乐说那时候呢 突然就有了一个想法 我要打人 甭管是谁啊 只要有人能让我打就行 当然了 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智 那种高高大大啊 特别威武雄壮的 他也不敢 他知道打不过人家 孙王乐呢 一看 哎呦 正好一女人 啊 我要打的 就把车停在路边了 从摩托车的后备箱里啊 就拿出了平时工作用的铁锤 就来到王近平的身边了 就跟王近平说 大姐 我车子坏了 你能不能帮忙忙 你去看一下啊 因为王近平心地很善良 非常质朴的一位女同志 他呢 对任何人都没有这种防备的心理 向来老实本分的王近平 一看哎呦 人家小伙子需要帮忙 得了吧 也甭管自己能不能帮得上 但是咱得去看看呢 就跟着孙王乐往前走 半路上呢 还问起孙王乐 小伙子 你家住哪啊 俩人呢 有一句没一句的 就聊起来了 当时大夏天哪 又是中午啊 哎呦 那太阳那叫一个毒啊 现场除了孙王乐和王近平 也没别人了 俩人走出了差不多一百米以后 走在前边的孙王乐 悄悄地往后退了一步 这王近平呢 也没多想 就接着往前走 孙王乐这时候 举起了手中的锤子 朝着王近平的脑袋 可就下了手了 王近平当时哎呦一声 捂着头 痛苦地就蹲下去了 孙王乐呢 又残忍地打了第二下 然后又打了一拳 王近平再也支撑不住 就摔倒在了地上 这就是孙王乐交代的 所有的犯罪过程 不过这还是不能解释出来 他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 不认识他 还热心帮助他的王近平呢 孙王乐就说了 没什么特殊原因 我看见他以后 我就想像游戏里那样 我就想用锤子打人 民警问他呀 那你把被害人打倒之后 心里有什么感觉呀 嗯 他倒地以后 那一刹那啊 我心里有一种成就感 成就感 你们知道吗 他说呀 动机就是因为玩游戏玩的比较多 玩疯了 就想模仿网络游戏 这个打人的动作 看看这一锤子下去 能不能把人给打死 要说他这种心理呢 还真是跟从小到大的经历 有关系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坐牢 于是啊 他备受同学们的冷落 从此是越来越自卑 后来在网吧 他就痴迷上游戏了 老觉得自己没用 只能从网络世界里找成就感 后来玩的确实也好啊 是啊 人一天玩个十分钟半个钟头 你恨不到24小时都在上面 你肯定玩的比别人好啊 他呢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哎呦 你看游戏里那么多人崇拜我 他就说呀 在虚拟社会里 我能够战胜别人 我就是第一 后来呢 他慢慢的就又有一种想法 哎 我能不能在现实世界里 模仿游戏中打人呢 他有这想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后来呢 又喜欢看小说 看些什么黑道的呀 暴力的呀 那种小说 就一直想这个事 更让大伙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呀 在施暴以后 孙汪乐一点没有害怕 一点没有内疚 反而是满满的成就感 满足感 哎呦 他的实时回到家 安安稳稳的睡了一大觉 回到家吃完饭 又在家里看会小说 差不多一点多 就又跑去上网了 上到晚上八点左右 最终孙汪乐应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2015年5月20号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孙汪乐被依法执行死刑 这案子呢 就说完了 我再多啰嗦两句啊 每回遇到类似的事件 就总会有人说 哎呦 你看这孩子 看电影 总看那些什么黑帮电影 什么古惑仔 学坏了吧 这电影以后可不能放了 还有的呢 就是哎呀 你看这孩子玩网络游戏 玩痴迷了吧 犯了坏事了吧 这游戏可不能玩了啊 就很多人是习惯性的啊 就认为一个孩子长坏了 一个孩子不走正道了 根本原因就是影视剧不对啊 就是网络游戏不对 甚至看的动画片也不对 但反过来说说 那么些个人都玩网络游戏 人有几个成这样的呀 那么些个人都看过那些影视作品 有几个人成为这样的呀 当然我们有一点不可否认 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之中 无论是动画作品也好 影视作品也好啊 所有的娱乐作品 文化内容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正向的引导 这个非常的关键 我们就是要对那些 刻意的宣扬暴力啊 刻意的宣扬负能量的 这些作品说不 当然现在通过正当渠道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所有的文化内容 这都是经过有关部门的 严格的审核的 如果说一个完全合法合规的文化内容 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依然还要说 哎呀这里面有太多的暴力镜头了 那些历史剧不能演打仗的画面了 那些刑侦剧不能演这些犯罪的画面了 那些动画片不能演小猫小狗打架了 这会害了我们孩子的 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 每种文化产品 它都是有对应的受众群体的 对吧 你说拍那种特别甜的 什么青春武像剧 那主要的就是针对十几二十岁的这些年轻女孩子呀 那熊大熊二 那就是拍给孩子们看的呀 至于孩子从小到大 到底看了那些内容 这个事情应该是家长在旁边引导的呀 我们再说回孙王乐这个案子本身 与其说是网游害了他 倒不如说 他的确是从小的生活经历 把他塑造成了这样 从小父母不在身边 跟着老人长大 疏于管教 再加上呢 自身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 又受到了周围人的一些歧视指责 家长也好 家庭也好 也没有能够及时的帮助他疏导 帮助他走出这种心理困境 到后来呢 痴迷上网也好 犯其他错误也好 家人呢 也只会用最简单的那种方式啊 就是指责严苛的管理 你的内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啊 这就像咱们说的治病 你没治了根啊 很多家长在管教孩子的时候 都会认为 我管的很严了 我对他要求很高了 但是呢 我们用的就是简单粗暴的一种模式 犯了错 吼几句 不行打几下啊 平时你就自个玩去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最简单的 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种养育方式 在这种情况之下 去苛求文艺作品 娱乐产品 那这就等于自己的活没干好啊 你给别人增加了额外的难度 如果真的有一天 在大家的这种反响舆论之下 孩子们看个熊大熊二 看个美洋洋灰太郎 都得一集里边看上半集的马赛克了 那也许更是孩子们的不幸 也是我们的不幸 当然 文化产品对大家的精神引导作用不可忽视 这也给所有的文化创作者啊 内容生产者提出了要求 一定要在社会文明创建这个过程之中啊 能够生产出来更多优秀的内容 更多正向引导的内容 就像做大恩纪实类节目是一样的嘛 我们不能只满足大家的猎气心理啊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通过节目内容 让大家更加的敬畏法治 让大家更加的理清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在善恶之间 在关键的节点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而对于家里有孩子的听友们来说 当孩子在旁边的时候 我们打开了喜马拉雅APP了 我们应该听什么样的内容 应该引导孩子听什么样的内容 这是需要家长努力的 当然这也是需要我们多方共同努力的 我们都为了一个目标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更好 行了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